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来到台湾做论坛 其实这应该说是Cold China第一次来到台湾做论坛 虽然我们从09年开始是在香港做了蛮多年 这位星期五是做了三年 然后我们今天是做了第四年的样子 然后这次呢非常感谢建源老师的介绍 我们这次可以走进台湾 也非常感谢这个星期五的团队 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在台湾 有这么棒的团队合作来做这场论坛 我非常感谢钱老师的支持跟陈玲的支持 然后我想先在很短的时间来介绍一下Cold China 那Cold China是在香港的一个论坛 那我们的论坛呢实际上是在香港 那同时呢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中港台湾 这样子的议题 那我们现在是有15一时周刊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的 15一时周刊还有每个月在香港的论坛 以及我们从去年开始 2019年 去年是12年对不对 12年开始的下一年 好 那我们先放一个蛮短的片子 对Cold China的介绍 谢谢 然后呢其实今天的主题呢 是他整个想象 讲香港台湾跟中国 然后呢 其实 在座的大部分就是台湾的朋友 那其实当时我们有了这个主题之后 其实是从我自己来说 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想说 那我眼中的台湾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也有说你有 你们眼中的香港 你们眼中的大陆 中国大陆 那我在想说 那我眼中的台湾是什么样子的 那其实这一次呢 是我第三次来到台湾 那我第一次来 其实是在09年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对台湾的认识 主要是媒体上 书本上 那我觉得台湾有一些很明显的标签 比如说我知道周杰伦 我知道李敖 我知道龙逸台 我知道邪慕如 那我还知道康熙来人的八卦 那台湾给我的想象 他是一个世外桃源 他很美好 然后同时另一方面 我那个时候09年来的时候 是因为参加学校的一个项目 然后像我来之前很好玩的时候 老师有跟我们来一个培训 就是说赴台词 其实周杰就很清楚的讲到说 你到台湾去之后 你可能会遇到法轮功的宣传 然后你可能会听到台湾独立 这样子的论述 那你们要怎么办 那你们就越来越走开 不要离台湾就好 然后来到台湾之后 嘿真的耶 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台湾法轮功的宣传 然后就拦住我们想要说些东西这样子 然后也很容易就听到耶 有朋友在讲台湾独立这样子的论述 那那个时候我的反应 就跟老师讲的一样 我就永远永远的走开 然后我不要离他们就好了 然后 其实同行的很多 接待了我们的台湾朋友 然后其实 多少人都会讲说 你们中国的怎么样 我们台湾怎么样 其实那个时候 在我看来 在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是听起来是不舒服的 你讲中国 你讲台湾 那我心里面是觉得说 那台湾是中国 很大的中文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但那个时候 我还在听老师的话 我就说那不要讲就好啊 就大家和目相处就好 就是一天的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来台湾 有很多美好的想像 可是也有这种很多 感觉好像很危险的事情这样子 那第二次来台湾 其实去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香港 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书 然后那个时候 我对台湾的想像 想像 我跟朋友说我要去台湾 他说 台湾好多好好吃的东西 台湾有好多好美的景色 好美好的那种风土人景 特别是去年好像是 那些年我进去跟女孩 和海岛七 海角七号是不是 海角七号之后 对台湾有一个 更多的一个美好的小岛 这样子的想像会更多 然后其实对 当时还有一些的文章 譬如说有什么关于 温苗姑姐一样的一系列的文章 还有韩韩的太平洋的风 就简直是我对台湾想像 那些景非常非常的美好 而且其实比较明显的是 我去年一个人来台湾的时候 譬如说我去到花莲 然后我住了一个地方 是面朝大海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就非常的浪漫 然后我每天就会 像那个民宿的主人 我要借脚踏车 然后我要沿着那个海边机 然后不仅如此 我还一定要皮长发 戴帽子穿长去 然后就在唱在海边 那样骑下 觉得很拉酷 有没有就很像那种 电视剧 偶像剧里面的那种情节 这样子 然后但是很搞笑的是 那个长驹很容易 就被脚踏车卡住 然后还摔 就很尴尬 然后更搞笑的是 我今天晚上去夜市买东西 然后买完了回来之后 然后因为东西很小 我放在那个蓝色里面 但是就不小心 为什么就会引上很多的狗 然后他们又呸呸地追我 然后我当时又是长驹 然后又被卡住了 然后整个的场景 就非常紧张 所以我第一次觉得 什么都要用吃奶的力气 去骑着那边脚踏车 然后对 所以说我当时到花园的时候 我就这样自己干了 这种很多的 这种想象中的事情 然后我倒去干 虽然出了很多情势 那就是来到去年来到台湾 那同时 因为在香港的关系 有这么多的媒体的报道 有 认识了蛮多台湾的朋友 听台湾的朋友讲台湾 特别是铁志老师 然后还没有拉行 对 听了很多张铁志老师 讲台湾的东西 那我对台湾 开始有更多的了解 我知道 虽然台湾有台湾府 或者虽然说议会 经常爱吵架 爱人协责 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 明珠有自由 有言论自由 这样子的一个 是公平社会的这样的地方 那可是过了一年 近一年我在Cosana工作 那同时呢 我们去年的夏令 其实是 公共青年 就是参与这样的主题 邀请了两岸分地的60位 讲者还有学生 青年一起到香港 然后我们来讲 公共参与的这样的东西 通过跟大家 这样更多的交流之后 面对面的交流之后 对台湾的想像 其实会有更加的不一样一些 就开始觉得说 好像台湾的社会 也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台湾的民主 并不是我们想到的这么美好 那特别是对比了香港 大陆的情况 和香港的情况来讲说 那觉得说 我觉得好像现在 蛮多的一个论述 就是台湾不要香港化 香港不要台湾化 有这样子的论述在里面 然后特别是在香港 今天 或者是占领中华 还是对于民主 对于普选这样的追求 那会想来比较说 那台湾的经验 台湾是走在了 应该是走在了前面 台湾有普选这样的东西在 那可是 我们在香港 在大陆会想说 那台湾有了民主的普选 为什么台湾社会 还是有这么多的问题 那到底民主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这个时候 就开始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思考 然后同时 我觉得 就说了蛮多 说到铁字老师了 然后说到蛮多的台湾的议题的时候 其实还是很多台湾朋友 要告诉我们 讲台湾鼓励的东西 可是那个时候我会发觉说 我愿意去听 我愿意去听 他为什么是这样想的 他为什么觉得台湾应该要鼓励 那他背后的思考是怎样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是觉得说 我自己思想开始在那边的变化 我开始主动在关心台湾 你去想一想说 台湾人是怎么样想台湾的主题 而不是说我站在这个地方 我站在香港 我站在大陆 这样子的一条赤脚来想台湾 我觉得这是 这是我自己啦 三次来台湾的一些感想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回到其实 我们今天在讲的主题 那他者的想像 其实 我们在想像他者的时候 我们经常要说 我们要关心彼此 那我们 为什么要关心彼此 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东西 其实就是 事业上的 事业上的不同 像刚才杰伟老师有提到说 我们今年其实有做一个活动 夏临 当然这种后来被停掉了 对 夏临其实在讲开放的本土 是想说 我们每个人 我们其实应该让本土 让它更加的开放 不要把它封闭起来 我们在保护它的同时 其实可以有更多的包容性 有更多的开放性 这样子的东西 那前两天我接到了一个 就是我去年 就是今年来参加这个活动 有一个同学是台南 应该是一个NGO的 叫灌银 他有写一公信告诉我说 他的感想 他说 他一直以为本土 其实就是在一个地方 挖一个点 然后这样认真真地做下去 就好了 我不需要跟别人来讲本土 是什么样子的 可是他到香港之后发现 跟这么多大陆的同学 香港的同学 同时都在做本土 这样去给同学 沟通之后会发现说 哦原来有一群人 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大陆的恩怡牧 是这样做的 那香港还有同学 去当农民 像走到农村 这样子的东西在 那其实他觉得说 对他的视野来说 其实是一个看破 他可以从蛮多别人的 这样的经历上面 有一些这样子的收获在里面 所以他觉得这样子的东西 是蛮可贵的 同样我们也觉得这样子的视角 是开放的这种视角是蛮可贵 这也是想抠拆 那从零准来到现在 一个蛮坚实的这样子一个主题 就是希望说 两岸三地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沟通 并且呢 我们蛮重要的东西 其实是打破一种想象 什么样的想象 有一种美好的想象 或者一个破坏 破坏的想象 打破这种想象之后 我们期待的是 还原一种更加真实的东西 我们要还原一种事实 是什么样子 所以说 所以说在到后面来说 那我们来 如何来想象他久 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带着一种 美好或者破坏的 这样的想法 而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想象 其实是 把他久作为了一点的尽责 来映照自己 社会存在的一些不足 跟一些不满 那我们怎么样来 怎么样来 如何来想象他久呢 其实蛮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首先要听别人在讲什么 这个是我们去年夏令营 蛮重要的收获的一点 或者说是去年的夏令营的音乐 蛮重要的收获一点 那举一个小例子好了 我去年我们的夏令营 因为是 因为每个音乐都有些总结 然后他们就有写一些他们的看法 然后我一个大同学蛮好玩的 他就说 那一天我们再去他们游玩的路上 然后一个台湾的同学也是在讲说 啊 你的中国 我的台湾 然后那位同学就问说 什么是你的中国 为什么不是我们的中国 然后那位台湾同学就说 那就是你的中国 台湾就不是属于中国的 好像这样子你来我往里来我往前 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结论是怎样子的 后来这个大部分同学又在问说 那好啊 那你讲啊 那你讲为什么台湾不是属于中国的 好 那个台湾同学就哗哗哗哗的讲了这么多之后 然后那个台湾大陆同学就想说 那原来台湾是 台湾 台湾的生活是这样子的 原来好像台湾的人民是 好像是被压迫 被受压迫 受过去更严重一点 他那个时候开始说 那我对台湾开始有一些的同情 和关心在里面 然后其实这样子的东西 蛮个人的一些东西 可是他会给我们一些想法说 我们在鼻子在观点不同的时候 其实可以首先的去 倾听一下别人在讲什么 这样子是蛮重要的 然后另外一点 其实是我们蛮 蛮希望说是我们 要来做这个东西 也就是打破一些想像 呈现一些事实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知道 去年香港蛮重要的一个 运动 就是反国民教育的运动 大家都有点了解 那我很简单的解释一下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香港政府出了一份 中国民教育科的质疑 然后这个质疑呢 一出来之后 就已经听了轩然大波 然后大家就要反对它 是为什么呢 它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论述 是想说 爱国 不停的在厂调爱国 它爱国是想说 是对中国的这样的灰熟 并且它有一些论述 会想说 比如说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执政党 这样子的论述 那在香港的朋友 看来这样的东西是 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子来论出 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这种犀牢 所以因为这个事情 当时的一批90后的学生 90后的学生叫 学名思潮 他们组织起来 开始进行了这个 反对国民教育科的 这样一个运动 那在去年8月底的时候 他们开始占领了 香港政府 然后呢 就是占领温宇工厂的 这样一个行动 持续了整整十天的时间 他们绝食 他们抗议 这样子 然后刚开始是有几万人 每天有几万人 香港市民下班之后 我去陪他们 在那边进座 可是最厉害的时候 就到达了十二万元这样子 那最后是 这个他们的这样子的行动 香港是 香港这么多市民的支援 这个事情知道 最后香港政府会 暂时搁置了国民教育科典的东西 那这个事件 其实是在大陆媒体 其实是不太看得到的 但是在微博和Facebook 和Twitter上面 其实有蛮多的这样的新闻 但是很多大陆媒体 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就觉得很质疑 你会觉得很批判 说你们又在说洗脑 你们又在反中国 而且在微博上面 开始对骂说 也开始标签化 你在洗脑 然后香港在这样的一种 对骂的状态 当时我们就做了一期周开 叫做占领十日 香港反国民教育里面 全进入这样的东西 我们没有别的 就是 就是十天的时间 公民广场 我们会记录 我们会记录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用了很多的那些报导 或者是一些蛮事实的东西 来让大家看到这十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香港为什么要反对国民教育科 它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是不是只是反洗脑 不能简单的东西 我说因为生活运动的时候 我们喜欢把这个东西 口号好不好 不是简单化 但其实背后的东西 没有被很多人看见 大家其实很快地 把它标签化之后 然后就开始对骂 然后这样子的 就看出来之后 大陆的朋友 其实还是蛮多想法说 那你香港在英国殖民的时候 为什么 没有做反对英国政府 为什么你回录了中国之后 那你就要反对 我们就要反对这样子东西 还有些朋友想会说 那全世界那么多国家 就有国民教育科 没有提到说别人要反抗 为什么你们又在反抗 那么你们又是这样子 你们又是什么样的 一种心态在里面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请了 三港里南大学文化研究的 叶恩聪老师 写了一篇这样子的文章 来回答这些网络上的 蛮多的这样子的疑问 叫做是大陆青年的一封信 把这些问题都这样子 蛮事实的这样子 或者说他的角度 他的观点怎么样 摆出了他 其实这样的东西 在一五一十多上面 在我们的一五一十多上面 都有蛮多这样子 对于很多事件背后的疏离 比如说去年的南方周末 也是这样子的一种方法 大家看到很多事实上的东西 当我们看到很多事实上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想象 它是基于在事实上的 然后另外我们觉得蛮重要的一点 就是沟通 那不管是我们做夏令营 让两岸四地的年轻人 学者行动者们 一起到这个地方 一起来沟通 一起来讨论 一个是这样的目的 另外一个是我们蛮想要说 在我们在不同的背景的人之间 当我们发生毛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公共讨论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像还是以香港主例子好了 去年 今年我们做了一期中刊 叫做两罐奶粉引发的公共讨论 其实就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香港政府因为比较大问候太多 然后把很多说就是把香港的 那个超市的奶粉都买没有 然后香港妈妈们要去买奶粉 就找不到奶粉了 因为其实有很多水货客这样子的 中间来把这个奶粉带到大陆去 那香港政府就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说 凡是大陆的朋友回到香港 那他不能带到 香港大陆朋友从香港回到大陆 不能带超过两罐以上的婴幼儿奶粉 那这个事情又引起来 这样子的轩然大波 然后他就想说 你香港不是自由社会 这样比经济自由社会吗 那你为什么有这样子的限制 然后这样子又开始标签化 开始往上开始对吧 所以我们当时说的新周刊 他也是想说 像这样的议题发生的时候 特别是在现在微博 这种社交平台 这么的 这么容易 让大家别人的意见发表的时候 我们怎样来养成一种公共讨论的习惯 我们在讲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那我们一开始其实是 要有这样的机会 让大家这样的素养 来进行公民讨论 所以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 大概是这样子的事情 说希望我们来做一些事情 来破一些想象 让大家看到一些更真实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想要来做的 那我们从09年在香港的一间二楼书店 许言书史 十几平方米的这样一个论坛到现在 那我们现在是 那我们现在是有 当然有预知中刊 有夏令也有论坛 但这个都是我们想要来做的 那另外的事就是 就是我们为什么想要走进台湾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 标榜我们是关注中港台的问题 可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发现说 我们好像经常把台湾的东西 当作背景 当作经验借鉴 但是实际上我们好像没有深入到台湾的社会 我们没有深入到这个社会的机率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论坛的方式 或者说我们以后周刊的方式 或者说大家愿意来加入我们做计刊者也好 这样是非常好 然后让我们的东西里面 能够更加深入到台湾的社会 了解台湾人 台湾的等高人在想一些顺畅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做的 然后我大概先讲到这边 谢谢